什么是比知识智能更高的状态,心如何才能自由自在,人如何通达生死而出于生死,种种我们面对生命的处境跟疑惑,心经都有最核心深入的解答。 欢迎收听爱上听书,本期听书是《觉悟的生活》,星云大师蒋心经,祝大家听书愉快。 第三集 什么是空 一、世间没有不变的东西 世间有不变的东西吗?人在变,用的东西也在变。我们看着桌子有没有变?没有变。我们昨天读经,用的是这张桌子,今天来读经,用的也是这张桌子。用肉眼看是看不到的,要用法眼,用真理之眼看,就会看到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 所谓成住坏空,生住易灭,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 从变里面,从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空。 二、世间的一切没有不变的东西。 但是,但是,冬天到了,你不穿棉衣能度过吗?每日三餐,你没有东西吃,怎么办?今年累月没有房子住,你住在哪里? 世上战争不断。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想想,战争的最后是什么?战争的结果,我打倒你,你打倒我。 打倒世界上的人通通都毁灭了,只剩下两个人。只剩两个人还要不要打?还要打。我怕你威胁我,所以要把你打死。打倒剩下我一个人,竖起了棋子就代表我胜利了。 胜利的结果是什么?没有饭吃,没有房子住,没有衣服穿,没有电影电视看,没有冷气积用。这样的世界好吗? 人们不懂得佛法,所以才有争夺,有战争。若是懂得佛法,认识空,就会想,我的存在是因为有大家的存在,所以我要感谢你们,让我好过日子。 例如感谢农夫,让我有饭吃,感谢工人,让我有衣服穿,感谢司机,让我有车子坐,感谢空,让大家存在。 空就是众缘合合存在的意思。我们对社会,对人间,应了解空,所以要带着无限的感恩。 怎样才能看到空?一,从相续假上看空。 我们现在从另一个角度,从相续假上来看空。 世间一切都是相续的。 祖父母生父母,父母生我们,我们又生儿女,儿女又生孙子。 相续不断。 一根木柴烧完了,再添一根木柴,相续不断。 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敢旧人。 世间一切不停在变化,都是相续的,这就是空意。 二,从循环假上看空。 什么叫循环假呢? 所谓因果,因种下去收果,果之后又成因,因又成果,因因果果果,果果因因,循环不已。 有一个出家人,人家家里办喜事。 他走到门口一看,说,世间好可怕。 人家结婚怎么会可怕呢? 因为他正道神通,看到了这家人之间的三世因果,所以感受到因果的可怕。 因果有什么可怕? 原来今天是孙子娶祖母,牛羊席上座。 今天所宴请的客人,是过去宰杀的牛羊,今世成为亲朋好友。 今天结婚的新人,是孙子娶他去世的祖母。 当他用天眼,用神通看到这一切时,感到可怕。 所以说,空没有定义,空是变化循环的。 三,从合合甲看空。 什么叫做合合甲呢? 人就是个合合甲。 把我们的皮肤摆在这边,把我们的骨头摆在那边, 把我们的肉摆到另一个地方,那么人到哪里去了? 人没有了。 所以,人是一个合合的甲体。 我们兴建一间房子,把水泥摆在一边,把石子摆在一边,把钢筋摆在一边, 那么房子在哪里呢? 房子是一个合合的甲体,从甲里可以渐渐体会到空。 举个例子,一个男人,年轻的时候是爸爸的儿子,但是几年后他生了儿子,也做了爸爸。 所以爸爸或儿子之称是相对的,是假的。 有个祖父很喜欢自己的小孙子,但是有一次看到小孙子调皮,给了他一个耳光。 在一旁的儿子看了却很生气,于是他也给自己赏了一个耳光。 这个祖父看了就问,你为什么打自己呢? 他儿子就说,你打我的儿子,我也要打你的儿子。 由于他不认识相对假,所以有这样的举动。 又比如有一个人跟我说,师父,你不要在户外讲经,你到室内来。 在他的认知里,这个地方是外面,那个地方才是里面。 如果我现在对着门口那边的人说,你们不要在外面听经到里面来,那么我这里又变成里面了。 其实哪里有里面,哪里有外面呢? 里外是对待的,是相对的分别。 五,从相状假来看空。 什么是相状? 例如,灯的相状就是光明。 我们坐着读书,或许嫌灯光不够亮。 抄笔记好困难,但是如果有小偷来了,他就嫌这个灯光太亮了。 清风明月,对于赏玩的人来说是美丽的景色。 可是小偷看到月亮,却要讨厌他了。 所以每个人对于相状的感受不一样。 相状是假的,只是我们的分别心。 再造作罢了。 六,从名词假来看空。 名词是假的,我们称呼别人都是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也早就听得很自然。 假如当初人不叫人,而叫狗,成了各位狗先生,各位狗女士, 那么我们现在听来也会觉得很自然。 但是流传至今,这个名词已经定型。 我们现在若叫人,各位狗,各位牛,各位马,双方可能就打起架来。 人从母亲怀胎十月生下来以后,若是女孩子就叫女婴, 渐渐的长大了就叫女童,再大些叫做女学生,再大一点就叫做小姐, 再大些就叫做太太、妈妈,甚至老太婆。 那么哪一个才是我们呢? 究竟女童是我们,小姐,女学生是我们, 还是太太,妈妈,老太婆是我们? 其实哪一个是我们,都是随着时间流动,使得名词产生变化。 假如是个年轻的小姐,你说她像老太婆,她会很生气。 假如是一位老太婆,你说她像小姐, 她会说你在讽刺她,她也不高兴。 没有结婚的女人,你喊她欧巴桑,她当然心生不悦。 其实名词假,我们不必在上面计较。 认识空的人不会去计较,不觉得那是一回事。 空中无一物,空里面没有东西, 那么空里面还会有婴儿、男人、女人的分别吗? 空里面还有相对相续吗? 空里面是本来面貌,不生不灭,不够不静,不增不减。 七,从认识假里看空。 有人看到外面下雨,心想,讨厌,又在下雨。 为什么讨厌?因为没带伞,走路不方便。 但是对种田的人来说,下雨很好。 为什么好?花草不用浇水,荷苗也不需浇水了。 你说好,他说不好。 所以每个人的认知是没有统一标准的。 这个人好可爱,我好喜欢。 莫名其妙,你怎么会欢喜这个人?难看死了。 你说他难看,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他还把对方当成宝贝,所以美丑是没有标准的。 美丑没有标准,好坏也没有标准。 在空里面没有好坏也没有善恶。 所以,用无分别的心把本来的样子显现出来,就是空。 什么是空?缘起性空。 般若新经理说,照见五蕴皆空。 就是照见我是空的,照见我是没有的。 用简短的字来说,就是无我。 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罗斯福总统问太虚大师。 请问太虚大师对世界和平有什么意见? 怎么样才能获得和平? 佛教对此有什么看法? 于是太虚大师拍了一个电报曲,上面没有长篇磊读,只说要和平就要无我。 为什么会有战争? 因为有我,所以才有战争。 我是自私的,我是执着的,我是无名的。 我和人是有隔阂的,因此就会引起战争。 只有无我,才能成就大我。 无我并不是说,我要自杀,我死了,我不要一切,那不叫无我。 那还是执着有一个我。 无我是新的自信般若空制。 至于六波罗蜜,怎么样才能行六波罗蜜? 要无我,才能行六波罗蜜。 有我就不能行六波罗蜜。 我在数十年前提倡一个观念,这也是我自己的人生观。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什么叫出世的精神? 就是空,就是无我。 什么叫入世的事业? 就是有。 从空性上有,空中生妙有。 比方说,佛光山原本是个荒地,什么都没有,是空的。 但由于空,真空里面就能显现妙有。 倘若没有空,就不能再现出有了。 佛法的特色就是空中生妙有。 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也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可是我们往往把空和有斩成两段。 空的不是有,有的不是空。 我说这里没有桌子。 各位一定说,你打妄语,怎么会没有桌子呢? 明明是有桌子。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里没有桌子。 这句话是没有错的。 你讲的有桌子是假有,我讲的没有桌子是真空。 怎么会没有桌子呢? 因为桌子不是桌子,桌子是个假象。 它的真相应该是木材。 木材的真相是树,是种子,是土壤,日光,空气。 所以它只是因缘,哪里是个桌子。 你怎么能够认假为真呢? 假象是假有,真空是真有。 是我们硬把空和有分开来,以至于空的不有,有的不空。 空是空中有有,有中有空。 我们不要把空与有分开。 举一个禅宗的公案,我们就会明白了。 有一位居士问智藏禅师。 禅师,请问有没有天堂地狱? 有。 有没有佛菩萨? 有。 有没有因果报应? 有。 不管他问什么问题,智藏禅师都说, 有啊,有啊。 于是这位居士就说, 会不会是禅师你说错了? 我怎么会说错呢? 我从智藏禅师那儿听到的并不是这样的说法。 智藏禅师怎样说法? 他都跟我讲无呀。 我问他有没有天堂地狱? 他说无。 有没有佛菩萨? 他说无。 有没有因果报应? 他说无。 他说的都和你不一样。 智藏禅师说, 哦,原来是这样。 我来问你, 你有老婆没有? 有。 你有房屋没有? 有。 有没有田地? 有。 所以咯, 智藏禅师跟我讲的不一样, 是因为智藏禅师讲没有, 是讲他的世界。 智藏禅师有老婆吗? 没有。 智藏禅师有没有房屋土地? 没有。 所以他讲没有。 你有老婆, 你有儿女, 你有田地, 所以我要跟你讲有。 有和空, 乃因个人证悟的世界不一样。 在有的世界里面, 禅师就跟你讲有。 若是在空的世界里面, 禅师就跟他说空。 其实空和有是分不开的。 要能看到他们的不分开, 就要照见五蕴皆空。 五蕴皆空就可以度一切苦恶, 就是无我了。 我们为什么会有苦, 那是因为有我。 老子说, 五所以有大患者, 唯五有身, 即无无身, 五有何患。 因为人有个我的身体, 所以就要受苦。 如果无我就不苦了。 所以照见五蕴皆空, 就可以度一切苦恶, 就不苦了。 有一对夫妻拥有钱财, 却没有儿女, 这让他们觉得很苦。 我一生拥有这么多钱财, 但是现在年纪这么大了, 却没有儿女陪伴, 实在太苦了。 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啊? 为什么人间这么不美满呢? 最后他们看破了, 信仰了佛教。 他们一直想要找个法师 来奖金, 却没有人来。 有一天不知道打哪里 来了个游方和尚, 夫妻俩把他当成宝看待, 邀请他奖金。 这个法师说, 我不会奖金。 他们却说, 法师您太客气了, 我们一定要邀请您说法, 请您留在家里 接受我们的供养。 饭菜吃过了, 讲台也搭起来, 两夫妻请法师上座, 他们则跪在下面 聆听佛法。 法师心想, 当初没有好好学习佛法, 现在怎么说法呢? 着急的大汗直流, 忽然间冒出一句, 苦啊! 意思是他不会奖金, 好苦。 老夫妻一听连忙磕头, 哎呀, 不错, 真的苦。 像我们这么有钱, 却连个儿女都没有, 法师讲的真是一点都不错, 苦啊, 苦啊。 法师看他们还跪在那个地方, 想该怎么办呢, 便说道, 哎, 真难。 老夫妻又赶快磕头, 哎呀, 一点不错, 真难, 要想有个儿女好困难。 法师再看看这两夫妻还是跪在那个地方, 不知如何是好, 心想, 算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老夫妻跪了很久, 抬起头来, 看到法师已不在座上, 惊呼, 今天佛祖下凡, 点画我们人生真苦真难, 我们以后要好好修行。 苦是我们学到的增上缘, 知道苦才肯学到。 佛教说苦不是目的, 佛教说苦不是要我们受苦, 佛教讲苦是要我们知道苦, 要我们进入学到的世界, 就像很多人饱经世故, 受过很多苦后回头试案, 照见五蕴皆空, 终于可以度一切苦恶。 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比丘尼, 叫做幽波仙娜, 有一天在山洞里面打坐, 被一条毒蛇咬伤, 他想, 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于是就叫同道们把长老舍利弗请来, 我要和他讲话, 长老舍利弗请来了, 他说, 舍利弗尊者, 我被毒蛇咬了, 我快要死了, 现在没有办法和佛陀告假, 请你代表我说一声吧。 舍利弗一看, 说道, 你气色一点都没有变, 人好好的, 怎么说是被毒蛇咬了呢? 优伯仙娜说, 舍利弗, 你跟随佛陀这么久了, 难道还不懂佛法吗? 毒蛇能咬我的身体, 但是它不能咬空, 我现在在观空, 所以身体虽然被咬了, 但是我在空中的思想, 空中的境界里, 它是不能咬到的, 因此我的气色也就没有改变了。 了解空的人对于生死总是谈笑自如, 为什么? 认识空以后就知道人是不死的, 一般人不认识空, 以为死了就空了, 认识空的人就知道, 空里面有死也有生, 有生也有死,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死了就没有, 死了还会再生, 是不空的。 所谓照见五蕴皆空, 就能度一切苦恶, 无我怎么能无苦呢? 举一个例子, 西方国家提倡踢足球, 往往一场球赛就有十几万人观看, 可谓风靡甚至疯狂。 有的人看电视, 看到一个球没有踢进去, 气得一拳把电视机打坏, 有的人看到输球了就跳楼自杀。 比赛的时候, 观众经常是看到赢球了就欢喜, 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胜利了就高兴。 有这么一个去谈, 欧洲体育之风非常盛行, 十几万人在足球场观看足球赛, 座位很是拥挤, 有一个人边看球边抽香烟, 衣不留神烫到了临座人的衣服, 结果衣服慢慢烧了起来, 那人大叫痛啊。 这个人就想, 不得了, 是我的香烟烧到别人了, 赶紧就向临座的人道歉。 对不起, 我的香烟烧到你的衣服了, 不要紧不要紧, 回去再买一件。 意思是说你不要再啰嗦了, 让我专心看足球吧。 这是什么心? 无我的心。 在他的心里只有球, 球重要, 我不重要, 衣服也不重要, 回去再买一件就好。 但是没想到衣服上面的火 并没有完全熄灭, 又烟烧到另外一遍, 一个小姐的头发也烧起来了。 哎哟, 头发烧起来了。 这个抽香烟的人赶紧又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的烟引起的。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烧了不要紧, 回去再买一顶就好了。 他连头发都不要了, 觉得只要再买一顶就好。 这是什么意思? 无我, 他要专心看球。 这些人都不是真的召见五蕴皆空, 不过都有相似的无我。 衣服烧了不要紧, 头发烧了也不要紧, 不计较, 不打架, 不吵嘴, 不感到苦。 如果没有无我, 这还得了吗? 他们不就要争吵, 甚至打起架来了吗? 所以, 波热心经告诉我们五蕴皆空的妙用。 在这个人间, 你能有也好, 无也好, 生也好, 死也好, 多也好, 少也好, 大也好, 小也好, 哪里都好, 如事观之, 那么你就拥有这美妙的世界, 拥有空的世界, 空的人生。 我们对于苦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人生是苦, 是佛教常讲的一句话, 而苦有好多种, 比方有二苦, 三苦, 四苦, 八苦, 无量诸苦。 二苦就是身体上的老病死苦, 和心理上的贪嗔吃苦, 也就是身苦和辛苦, 另外还有三苦, 苦就是我们的感受, 有时候我们感受到苦, 有时候感受到乐, 有时候也有不苦不乐的感受。 总之, 无论感受是苦的是乐的, 或是不苦不乐的, 以佛法来看, 通通都是苦。 苦受, 世间的老病死, 贪嗔吃, 怨恨, 嫉妒, 求不得, 爱别离, 都是苦的感受。 苦苦, 人生本来就是苦, 再加上生活上的苦, 感情上的苦, 思想见解上的苦, 就成了苦苦, 苦中之苦。 有的人觉得很快乐, 我年轻貌美, 我有钱, 有背景, 我的家事好, 事业好, 我一帆风顺, 我感到人生很快乐。 其实乐受在佛教里面还是苦, 什么苦? 坏苦。 不管你怎么快乐, 这些快乐终有一天会坏。 你说你年轻美貌, 年轻美貌会消失, 你说你感情美满, 感情也会有坏去的时候, 快乐也会消失, 快乐也是苦。 再说不苦不乐受, 人家赞美你很有修养, 很有道德, 你觉得那没有什么? 活到三十岁死, 或活到一百岁死, 你也都无所谓。 有的吃很好, 没有的吃也没关系。 虽然苦和乐都不能动摇你, 但是不苦不乐还是苦, 什么苦? 辛苦。 不管你如何有道德, 如何有修养, 不管你如何平静, 如何慈悲, 诸行无常, 岁月不带人, 时间是不会饶过你的, 你会有变化的, 会有无常的苦。 所谓四苦就是生老病死苦, 八苦是生老病死苦以外, 再加上求不得苦。 欲望不能满足我们就会苦。 还有愿赠相会, 爱别分离, 以及五阴斥胜苦。 五蕴皆空的五蕴, 又叫五阴。 阴是盖父的意思, 如同房子的屋顶能遮阴, 大树能遮阴。 人有五个东西会把我们的本性真如遮蔽, 哪五个东西, 就是色受想行食五蕴。 蕴是积聚的意思, 色受想行食五蕴积聚了以后, 就会像赤圣的火焰般燃烧, 这个我就要受无常之火燃烧了。 我们读释迦传的时候看到, 佛陀从王宫里逃出去后, 许多大臣们在后面追赶, 不行, 你不能出家, 你的父王要把王位交给你, 你的姨母在那里叫喊着你的名字, 全国人民失去了领袖, 都非常哀伤, 大家都希望你赶快回去。 佛陀怎么说? 他说, 我告诉各位, 当房子失火时, 如果我已经逃离了这间房子, 你还会再叫我进去吗? 我怎么能这么傻呢? 无常的宫殿, 无常的人生燃烧着我, 而我已经离开了无常燃烧的火了, 怎么能再回去呢? 你不能出家, 王位多么尊荣, 国家的财富很多, 你可以拥有的权力很大, 美女纯久很多, 快乐是享受不完的, 回去吧, 大臣们说。 释迦牟尼佛回答, 不能。 在你们看, 五欲是很快乐的, 但是在我看来, 五欲是什么? 等于吃下去的东西, 我把它吐出来了, 你还要叫我把这个东西吃下去, 我是吃不下去的。 我已经舍弃五欲的生活, 尽管你们说有多少人想念我, 但我知道, 我正因为有想念, 有爱, 所以必须去学到。 人生等于甲乙两人从两个方向走来, 在交汇点相会一下, 然后就各奔东西, 就如俗语所说, 夫妻本为同龄鸟, 大献来时各西东, 色寿想行时, 就像火焰交织般, 因缘散了, 一段时期的生命就结束了。 所以, 人生难得, 我们不能对自己的生命马马虎虎。 我们要想离开苦, 就必须知道苦从哪里来。 把苦的来源找出来, 我们才可以脱苦。 苦的来源如下。 一, 我与物。 因为我们对于物质的要求不能满足, 而产生的苦。 当我和物质不协调, 我对物质的欲望不能满足时, 就会产生苦。 二, 我与人。 人与人之间不协调而产生的苦。 人和人的关系不能圆满, 若是看到讨厌的人就不高兴, 看到不欣赏的人就不欢喜, 就要苦了。 三, 我与身心。 与自己的身心不能和合, 顺利而有的苦。 比方才二十岁, 三十岁, 肠胃就不好。 才五十岁, 六十岁, 眼睛就看不清, 牙齿就咬不动, 走路也走不动了, 等等。 身体的衰老逐渐给人带来苦。 除了身体上的苦, 心理想不开也会苦。 有时候身体的苦引起了心理的苦, 有时候心理的苦也会引起身体的苦。 比方说心理有烦恼, 吃不下睡不着, 当然就没有力气了, 身体也就苦了。 身体有病, 不论是肠病, 胃病, 头痛, 高血压, 为此烦恼, 烦躁, 忧愁, 苦闷, 心理也就苦了。 身心之苦是互相交织的, 当然我们学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做到心不苦, 进而能使身体不苦, 这是可以训练的。 1955年我才二十几岁, 有一次在台湾环岛步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拜佛拜下去忽然就起不来了。 我心想, 以后讲经不能站着讲, 那怎么办呢? 后来到医院, 医生一看就说, 你这是严重的关节炎, 必须把腿锯断才能保全生命, 不然关节炎发作会传染到全身。 大家一听, 替我感到紧张, 这怎么办呢? 以后变成个瘸和尚, 说法能, 走不能了。 不过我那时候想, 腿锯断也很好, 为什么? 我不必奔忙了, 可以安心在家看经念佛, 不是更幸福吗?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顿觉人生有很大的力量。 当我心里没有屈服的时候, 也影响到我身体的改变。 我从那时起, 再也没有为这个病痛看过医生, 没有打过针, 更没有吃过药, 可见心能发挥坚强的力量。 佛光山台北别院的第一任住持, 磁庄法师, 他的父亲是宜兰人。 十几年前, 我请他到高雄帮忙, 他忽然晕倒吐血, 我们找了医生来看诊。 高雄市立医院院长看了之后, 看诊包一提就走了, 一句话也没讲。 我们赶紧又再换一个医生来, 那个医生一看便说, 这个人能活着真奇怪, 我一生都没有看过。 为什么呢? 他五脏六腑都烂掉了, 怎么还能活着呢? 我说, 有没有希望? 他说, 没有希望, 不过我们试试看。 从那时候起, 经过了十几年, 磁庄法师的爸爸身体都很好, 五脏六腑烂了, 为什么精神还是很好, 生命品质还是很好, 关键就在于精神力。 精神力可以带来身体的健康。 他后来出家, 法名会合。 四, 我与见。 有的苦是从内心的思想, 见解错误而引起的, 因我们对世间错误的认识而升起的。 本来没有这回事的, 就因自己妄想, 计较, 执着而有错误认识。 这个世间人情是非很多, 我们常常因为错看外在的人事关系而造成误会。 多年的好朋友为了一句话, 一误会就是几十年, 一误会就是吵架收场, 不论多少年的感情都不顾。 多年前有一个乐善好施的银行家, 她独身, 没有家庭, 经常资助孤儿院里的孤儿。 其中有一个小女孩, 从中学到大学, 都是这位银行家王经理资助她的。 女孩大学毕业了, 有一天她跟银行家说, 我要嫁给你。 她说, 不要, 我们做善事不是要人家感谢的, 我是没有企图的。 女孩说, 我知道, 我无以回报, 我这一生的成就幸福都是你给的, 为了感谢你, 我自愿嫁给你。 就这样, 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虽然是老夫少妻, 不过感情很好。 有一天, 这位银行家王经理的表弟告诉她, 表哥, 你怎么让表嫂到外面去工作呢? 王经理说, 现代的女性应该要服务社会。 表哥, 不瞒你说, 我常看到表嫂跟年轻的男子逛公园看电影。 谢谢, 没有的事。 她心里想, 我太太是自愿嫁给我的, 还会有这个问题吗? 她心里一点都没有挂碍。 又过了几天, 朋友请这个太太吃喜酒, 原本夫妻两人要一起前往, 但是先生说, 我今天下班很累, 不想去, 你代表我去就好。 太太说, 好, 你就在家里休息, 我去了。 这个先生在家里闲着没事, 翻动着房间里的东西, 后来在太太枕头下发现了一个镜子。 就在拿出来的时候, 小镜子忽然分开成两面, 镜子的后面有一张照片, 自己的太太搂着一个俊俏的青年,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我的表弟来跟我讲, 我还不相信, 现在真的让我亲眼见到了。 她一气之下, 拿出酒来喝, 愈喝愈烦恼, 借酒浇愁, 愁更愁。 过了一会儿, 她太太回来了, 一看便道, 人家请我们去喝酒, 你不去, 怎么一个人在家里喝闷酒呢? 她不开口。 太太说, 你怎么不讲话呢? 不要这样子, 时间不早了, 休息吧。 不论她怎么讲, 先生都不开口。 太太拿她没有办法, 你不睡觉, 我就先睡了。 于是, 她朝床上一坐, 拿起了镜子。 镜子已经让先生, 又嫁好了。 于是, 她照照自己, 说道, 你怎么不理睬我呢? 你看, 我这么漂亮, 怎么不跟我讲话? 你应该欢喜啊, 我们这么相爱。 这个先生实在听不下去了, 往前一把就掐住他的脖子。 太太大惊, 为什么? 怎么了呢? 这个先生拿起镜子一把摔碎, 并把照片取出来给他看。 太太看了, 黑黑地笑起来。 先生更为生气, 你这不要脸的贱人, 看到如意的情人很欢喜是吧? 一把就将他掐死了。 太太死了以后, 他逢人就说, 新婚不久, 太太暴病而亡, 就这么把他埋葬了。 过了半个月, 表弟来了, 说道, 表哥, 我有一件事情很不安心。 王经理说, 什么事? 表弟说, 表嫂的死是因为我吧? 王经理答, 不是, 不是, 与你没有关系。 表弟说, 我向表哥忏悔, 表嫂人很好, 我之所以跟你讲那些话, 是我想要害他的。 因为他太漂亮了, 我在追求他, 而他却不理睬我, 所以我故意在你面前陷害他。 但是我心里一直不安,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把他害死了? 王经理说, 不是了, 你不要多心,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一点也不懊悔。 有一天邮差送来一封信, 是寄给他太太的, 他想, 太太都死了, 怎么会有来信呢? 打开一看, 信上这样写, 没, 高中女校毕业以后, 分别已经五年了, 我现在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妈了, 听说你大学毕业也结婚了, 你记得吗? 我们在毕业的晚会上, 演了一出话剧, 我演男子, 你演小姐, 之后我们就把当时拍的照片, 镶在镜子后面送给你, 你还保存着吗? 我原本预备十年以后才告诉你, 让我们回味青年时期的欢喜, 感受人生的快乐。 但是人生过得太快了, 五年变化这么大, 假如你还留有那个小镜子, 请你打开来看, 那里面有一张照片。 王经理一看, 天哪, 我做了什么? 这就是错误认识的后果, 误会有时会造成大不幸, 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体谅, 相互了解, 不要以自己的情绪去决定事情, 不要以自己错误的认识贸然决定, 造成终生的遗憾。 五, 我与自然。 苦从哪里来? 有的是从自然界的灾难, 比如地震、 风灾、 水灾而来。 自然界加之于我们的苦, 有时候是我们无法抗拒的。 天长地久有时尽, 痛苦绵绵无尽期。 或许有人说, 何必把人生讲得这么可怕呢? 我们还是感到很好啊。 我以为是很好, 但是这个好, 这个快乐却是短暂的。 佛经里有这么一则故事。 有一个旅人行走在旷野中, 忽然间大象老虎在后面追赶, 这个人不断地奔跑, 始终没有地方躲藏。 最后他看到了一口大井, 心想到井里面去就可以藏身了。 跳下井里后, 哎呀, 井里有四条毒蛇。 这下子不得了, 可怎么办呢? 正好有一根树藤 从井口往下垂掉着, 于是他抓着这根藤往上爬, 却上不能上, 下不能下, 令他非常恐慌。 这时候来了五只蜜蜂, 嗡嗡嗡, 滴下了五滴蜜, 正好就滴在他口里, 甘甜的味道让他忘记了危险。 这故事意味着什么呢? 旅行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旷野就是人生, 大象老虎就是来夺取我们生命的无偿, 深井就是生死, 四条毒蛇就是四大五蕴, 树藤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我们无时无刻不紧紧地掌握住我们的生命线。 五滴蜜就是五欲, 财色明时睡, 我们的人生就像吊在井里, 攀着一条生命线, 享受着五滴蜂蜜, 而暂时忘记危险的旅人。 这样的人生, 你说怎么能不苦呢? 总之苦从哪里来? 从五蕴来, 从我来, 因为有我才有苦。 既然我们知道苦的原因是有我, 那么就要照见五蕴皆空, 要无我才能离苦。 怎么样除苦? 科学的发达能解脱人一部分的痛苦, 医学发达能给人类延年益寿, 经济发展改善大家的生活, 政治清明, 人人路不时宜, 家家夜不庇护, 大家无忧无虑。 然而科学、医药、经济、政治, 虽能解决我们人生一部分的苦, 却不能解决我们根本上的苦, 不能解决人的烦恼, 不满足、忧虑、生死。 那么, 要怎么样才能真正解决痛苦呢? 用般若智慧增加自己的力量, 增加见解上的力量, 思想上的力量, 心理上的力量, 感情上的力量。 有力量就能面对人间, 就能无忧无虑。 有人说, 信佛教要死, 不信佛教也要死。 不信佛教有烦恼痛苦, 信佛教还是有烦恼痛苦, 那何必要信佛教呢? 还是要信仰佛教, 因为佛教是增加自己的力量。 力量增大了, 虽有生死, 但无惧于生死, 虽有痛苦, 但无惧于痛苦。 我们看到有些人没有宗教信仰, 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稍微有一点挫折, 就觉得不得了了, 无法应付, 无力支持, 最后自暴自弃, 或消极自杀。 假如能有个宗教信仰, 有了力量, 就觉得一次失败没关系, 还有再来的机会, 做错了事, 生活潦倒了, 没有关系, 我还是能应付, 因为我有修养, 我有信仰, 信仰就是力量, 信仰会增加力量, 不过这种力量, 也不是凭自己的血气方刚, 匹肤之勇, 那是支持不久的。 人要有般若的智慧, 才能消灭痛苦的根源, 痛苦的根源从欲望而来, 只要我们把杂染的欲望降到最低, 就不苦了。 痛苦的根源是从愚痴, 邪知, 邪见, 执着, 愚昧来的, 那么我们不去执着它, 就不苦了。 我能有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的般若智慧, 明白身体是因缘合合的皮囊, 不再妄想, 颠倒, 自私, 执着上花功夫, 就不苦了。 既一点燃般若的火炬, 照亮了朗朗乾坤, 照亮了人生, 那么生死何所聚, 照见五蕴皆空, 也就能度一切苦恶了。 人生在世再多钱, 良田万寝, 日食几何, 华煞千尖, 叶绵八尺, 再多钱究竟能用多少? 可是往往人不怕钱多, 有了一千就想要一万, 有了一万就想要十万。 这个世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往往越是没有钱的人, 越欢喜不失, 越是有钱的人越贪心,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 为什么说有钱的人贪心呢? 因为多, 还想要再更多。 有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 收入很高, 每天裁员滚滚而来, 取用不完, 但是一回到家, 他总觉得不如意, 心灵很空虚, 看电视就烦躁, 听电话就讨厌。 虽然住在华屋高楼里, 却像是活在地狱一般的痛苦。 有时候夫妻俩吵架, 儿女骄纵不听话, 更是令他烦恼不已。 我们经常看到, 有的人治国有办法, 治家却没有办法。 例如好多的将相大臣, 同理国家很有办法, 回家却没办法。 或者治家有办法, 治自己的心就没办法。 我们这颗心很麻烦。 所谓情山中之贼义, 捉心中之贼难。 心好像盗贼, 很难降服。 金刚经理也说, 如何降服其心? 可见心不容易降服。 有一次正当这位董事长心里烦闷, 觉得很不开心的时候, 来了一位朋友。 他说, 你今天怎么又不高兴, 又起烦恼了呢? 董事长说, 气人, 气人。 朋友问, 什么气人? 你看楼下住在违章建筑里那对夫妻, 天天都可以听到他们弹琴唱歌, 甚至快乐地跳舞。 而我们虽然家财万贯, 回到家里却觉得苦闷不已。 原来你是因为这样而生气, 那么你把一点苦送给他们好了。 董事长说, 苦还可以送人呢? 朋友答, 当然可以送给人。 怎么送法呢? 你拿二十万元给他们。 那是什么意思? 你照我的话去做就对了。 好, 送二十万去。 贫穷的小夫妻收到这二十万元, 欢喜得不得了, 但自此之后, 每天到了晚上, 他们就心生烦恼。 我们这二十万元怎么办呢? 放到抽屉里不行, 抽屉没有锁, 小偷一来就偷去了。 放在床下面不安全, 万一我们睡着之后, 小偷一摸就摸走了。 放在这里也不安心, 放在那里也觉得不安全。 两个人就在那里商量, 讨论, 讨论, 商量。 天都已经亮了, 一整夜都没有睡觉。 这时候丈夫觉醒, 糟糕, 我们上当了。 上了什么当? 上了妇人的当, 他把烦恼痛苦丢给我们了。 我们本来是很快乐的, 但是自从他给了我们二十万元以后, 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了。 还是把这烦恼痛苦的二十万还给他, 我们不要了。 所谓安平乐道, 贫穷不一定是苦的, 贫穷也有快乐, 而富有不一定快乐, 富有里面的痛苦更多。 人之所以会苦, 与我们的欲望, 我们的境遇, 我们的情职, 我们的人际, 我们的环境都有关系。 如何把许多关系处理得好, 要把自己的心治好, 用般若的智慧照见我空, 照出内在的真心。 只要安住在平等的真心里, 尽管人间有种种营求, 万般般若涛, 你也能度一切苦恶。 舍利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时, 亦复如是。 不了解佛教的人, 一看到学佛的人, 就爱开玩笑说, 哎呀, 阿弥陀佛,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其实什么叫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呢? 有人会拿这句话来嘲笑佛教, 因此, 我们务必要把这句话理解清楚。 这一段话正是佛教对人间的看法。 佛教对人间有什么看法呢? 就是,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空是佛法对人间, 对人生的一种肯定的说法。 舍利子是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舍利弗, 他是佛陀十大弟子之首, 智慧第一的弟子。 舍利弗是个很伟大的人物, 可惜他在佛陀涅槃前三个月涅槃。 当他涅槃以后, 木剑连尊者又被裸形外道给打死, 为教殉难了。 所以, 佛陀的两大弟子舍利弗、 木剑连, 在佛陀涅槃之前就去世了, 如同父母接连死了儿女, 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是一般人认为难忍的事情。 所以佛陀涅槃以后, 经典节级的责任就落到了大家业的身上。 大家业是十大弟子中投陀第一的弟子, 现在流传的佛法里之所以充满苦行色彩, 也都与他有关系。 如果舍利弗、木剑连当初不先佛陀而原济, 能在佛陀涅槃之后结极经典, 那么以舍利弗、木剑连对人间的积极, 对人间的热情, 对人间的慈心悲怨, 佛法的传播应该不是现在这样。 那么舍利弗为什么要早于佛陀而原济呢? 因为他不忍看见佛陀涅槃, 所以自己先入涅槃。 当然,这是因为他能生死自如。 禅宗有一个故事, 丹霞天然禅师到北方去参学, 由于下大雪,天酷冷, 寺院没有好好招呼他, 随便给他挂丹了事。 他就把大殿里的佛像、 罗汉像、菩萨像拿下来烤火取暖。 知客师来一看惊叫, 你在烧什么? 我在这里烧舍利。 那个知客师说, 胡说, 木头的像怎么会有舍利子呢? 木头的像没有舍利子, 那多拿几个来烧又有什么要紧? 看这个故事, 我们觉得哪一个人的功夫高? 虽然丹霞天然禅师烧佛像, 但他是尊敬佛的, 因为心中认为, 木头佛像有舍利子, 所以在这里烧舍利。 知客师傅天天在那里拜佛, 却认为这是木头的像, 没有舍利。 你说哪一个人信仰的层次高? 拜的人没有烧的人高。 过去有一位禅师在佛殿里做客颂, 突然间咳嗽, 吐了一口痰, 原本应该吐到痰鱼子里, 他却吐在佛像的身上。 纠察师见了, 指责道, 你怎么可以把痰吐在佛像上? 这个禅师连忙道歉, 但是说完对不起之后就讲, 请告诉我, 虚空之中哪里没有佛? 我还要再吐探。 有人信的佛是木刻的佛像, 真正的佛则充满在虚空之中。 我们要信的是法身佛, 虚空都是法身。 所以在佛教的信仰里, 虚空都是佛。 所谓空中生妙有, 黄金是空, 所以能生出戒子、 耳环、手镯、金块、金碗、 金盘子。 空是本体, 有是现象。 空是什么, 有是什么。 空是水, 有是波, 空是水性, 有是波浪。 大海是什么样? 大海波涛汹涌, 澎湃不已, 排山倒海, 千差万别。 那就是现象上的有。 海只有洞的样子吗? 飞也。 海是水, 水性是净的, 它的本体是净的, 因为无名风, 而把净的水吹得动荡起来, 所以波浪是洞的, 但波浪是水, 水不是洞的是净的。 我们要认识水性, 不必等到风平浪静。 一个人有波浪, 就是在海水波涛汹涌, 动荡不停的时候, 也能看出水的本性是净的。 我们对于千差万别的现象界要认识, 它是空的, 是净的, 都是真如, 都是法身, 都是实相。 本体和现象是不离开的, 从本体而有种种差别现象, 差别现象归源还是平等的自信。 空是什么? 空是理, 有是是。 空是一个理性, 真理的根据。 是, 同样的道理, 可以成就好多的事。 佛经理有此一说, 与会无为理, 先从事相看, 无为就是平等, 出世间的道理。 想要会无为的道理, 必须从相上看, 从事上看, 从动乱里可以知道寂静, 从差别里可以知道平等。 空和有是很难懂的, 空是精神, 有是物质, 空是一, 有是多, 空是平等, 有是差别, 空是性, 有是相。 没有差别, 怎么知道平等呢? 没有平等, 怎么会有差别? 从一有多, 多有归一。 千差万别的相状, 归源, 则性一如也。 什么是空和有? 用比喻来说, 空是爸爸, 有是妈妈。 爸爸怎么样? 爸爸很严格, 父言如日, 母亲怎么样? 母词如露。 世间万物, 如果只有太阳照射, 通通都晒枯, 晒干, 晒死了, 那不行。 如果只有干露滋润, 太潮湿, 也是不行。 世间万物的生存, 要有太阳的照耀和干露的滋润。 好比人一代又一代的延续生命, 要有父亲和母亲的抚育。 空是严格的, 理性的, 就像严妇。 有是慈悲的, 就像慈母。 空就是有, 有就是空, 好比小孩子。 光有严格的父亲, 不能顺利成长, 还要有慈悲的母亲。 禅灵宝训有两句话说, 虚之欲之, 春夏所以生欲也, 霜之雪之, 秋冬所以成熟也。 春风下雨, 能令万物惺惺向荣, 秋霜冬雪, 能令万物成熟。 宇宙世间, 要空有何何, 本体现象何何, 才能成就。 空和有是分不开的, 春夏秋冬是相聚在一起的, 只因众生愚痴成见, 才认为空的不是有, 有的不是空。 有一个师父每次收的徒弟长大了以后, 都回到社会上去了, 为什么? 经不起社会的诱惑。 这个师父很伤脑筋, 心想, 这一次收的小徒弟, 绝不给他在世间受诱惑, 要把他带到深山里去修炼。 于是他就把两个小孩带到深山里修炼。 等到他们长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 这个师父想给他们考试。 怎么考法? 师父带着他们到都市里游玩, 以便观察他们是不是会受都市的诱惑。 结果, 这俩小男孩到了都市里, 什么都不要看, 专门看漂亮的女人。 这个师父就说了, 不要看, 那都是吃人的老虎。 到都市走了一遭, 回到山里后, 师父问, 徒弟, 今天带你们到都市里玩, 都市里有高楼有车子, 你们说什么东西最好看呢? 两个徒弟不约而同地说, 吃人的老虎最好看。 为什么吃人的老虎最好看? 这叫习性, 所谓习性难改。 人依习性往往会错看人间的事物, 而佛法是用空和有, 用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更高一层的境界来看世间, 情况也就不一样了。 智慧第一的舍利福, 神通第一的木剑连, 原先都是婆罗门教的领袖, 拥有很多的弟子。 有一天舍利福在街上, 看到一个穿着袈裟的出家人, 身相庄严, 心想, 我们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修道人呢? 于是问道, 你是哪里人士? 你叫什么名字? 你的老师是谁? 他跟你们讲些什么? 这个出家人就是佛陀最初度化的 吴比丘之一的阿舍婆舍, 又叫阿说士。 他说, 我叫阿说士。 我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 他跟我们讲说,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 常作如是说。 各位现在听到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得了不起。 这可不得了了。 怎么不得了? 诸法因缘生, 几十年, 几十年的修行, 因缘合格。 因缘合格而有。 说到因缘, 一花一草, 一事一物, 甚至整个宇宙万法都在因缘里面。 舍利弗回去后, 赶紧找穆建连告诉他, 我们遇到名师了, 我们有老师了。 穆建连说, 不要乱说, 世上哪里有人够资格做我们的老师? 有的, 他是释迦牟尼佛。 他怎么可以做我们的老师? 我还没有见到他, 但是他的弟子告诉我,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舍利弗这一讲, 穆建连也开悟了, 两个人非常的欢喜, 我们遇到老师了。 于是就把所有的弟子门徒一起带去经社, 礼拜释迦牟尼佛做他们的老师。 释迦牟尼佛常说的, 千二百五十人距里头, 有很多就是他们的弟子。 而舍利弗穆建连就是佛陀最初的大弟子左右手, 佛法的开展与他们有很大的关系。 当佛陀在南方摩羯陀国, 还没有到北印度焦萨弥罗国红法时, 焦萨弥罗国的虚达长者就来邀请佛陀到北方说法。 佛陀说, 这么多人都要到北方去, 怎么有地方说法呢? 于是虚达长者发了大心, 买下波斯逆王的儿子, 仕陀太子的花园。 花园全是用黄金铺地, 在这里他兴建了世元经社。 这个讲堂可大了, 可容纳上万人, 督导功成的是谁, 就是舍利弗。 佛陀说, 你先到北方去把世元经社建好, 我马上带着你的师兄弟们到北方来。 所以佛法在印度的传播与舍利弗有很大的关系。 《般若心经》一开始为什么就说舍利子, 因为对一般人讲般若智慧是听不懂的, 所以要对大智慧的人说。 在佛陀讲说的经典里, 一定会有个当机者, 例如讲《金刚经》讲空时, 须菩提是当机重。 讲《弥陀经》时, 舍利弗是当机重。 毕竟十万亿佛图以外的极乐世界, 没有大智慧者, 怎么会相信这是事实呢? 因此, 现在讲《般若心经》, 讲到宇宙人生的本体论、 现象论, 也必须有一个大智慧的人来做当机者, 那个当机重就是舍利弗。 《般若心经》如何说明空和色的关系? 一般人认为空和色没有关系, 色就是有, 空就是无, 色和空, 有和无, 通通都没有关系。 有的不是无, 无的不是有, 这是错误的认知。 《般若心经》为色和空, 有与无建立了关系。 大家不要以为, 有无是两个, 有不是没有, 没有不是有, 其界限分明, 有和无就是色和空。 在《般若心经》里用不义和极是把它们调和起来。 不义就是不是不同, 有和无不是不同, 我们往往的。 我们往往把有和无视为不同, 其实它们并没有不同。 有和无即是, 所谓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不义和即是, 把空有的关系说得很微妙。 那么这个世间究竟是空还是有呢 有一个老和尚正在打坐 大徒弟来了 对师父说 师父慈悲 在这个世间一天到晚讲空啊空 吓得人都不敢信佛教了 天也空地也空 妻子儿女都是空 哪一个敢来信佛教 应该讲有 有才能契合众生的根基 哪个人不希望有公民富贵 有妻子儿女 有田地房屋 师父就跟大徒弟点点头说 你说得对 说得对 大徒弟很高兴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小徒弟来了 说 师父 现在的佛法怎么都这么廉价出售 都是讲一些方便的法门 有 有富贵 有公民 有妻子 有儿女 这不是佛法本来的精神 佛法本来的精神是空 空才是真实 空才是实相 空才是真理 空才有价值 师父一听 答 你说得对 小徒弟也高兴地走了 站在一旁的逝者给弄糊涂了 大徒弟说 对人间讲有 你说对 小徒弟跑来说 对人间应该讲空 你又说对 奇怪 奇怪 他忍不住问道 老和尚 究竟是空对呢 还是有对呢 老和尚说 你的对 谁对 老和尚最对 老和尚讲的空就是有 老和尚讲的有就是空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讲空讲有都对 说空是友上的空 说有是空里的有 空和有是真空不爱妙有 妙有不爱真空 空和有是一物的两面 不是两个东西 它们是分不开的 它们是吉士 它们是不义 觉悟的生活 星云大师讲心经第三集 就到这边了 感谢收听 在爱上听书首页 可以找到更多书籍 欢迎订阅与分享 让我们用听书 让学习编的简单 我们用听书的简单 我们用听书的简单 在爱上听书的简单